国民党党内议长提名人假投票 以及副议长提名人在20号一并顺利完成 国民党将正式提名蔡旺联和何淑萍搭档 竞选第20届基隆市议会正副议长人选 当代表党国民党党籍来参选这一次 基隆市议会的议长支持 那除了要团结我们整个国民党籍的议员以外 我想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去争取有党 包括无党籍的各位议员参选人 我们一定要极力去争取 让他们来认同我们的理念 务必让我们中国国民党 能够在基隆市议会再取得这个议长副议长席位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组能够出现 然后能够辅惠能够意识推展和谐 让我们基隆市能够就是让我们的民众 能够就是有工作引进产业 让我们每个在地的人才在地就业 让我们基隆市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然后让我们以基隆人为荣 原本党内议长提名人由吕美玲和蔡旺莲竞争 假投票时由蔡旺莲以9票对吕美玲4票胜出 副议长则是只有何淑平一人登记 没有异议鼓掌通过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强调 只有这一组人选没有其他人选 也将寄出党纪要求13位党籍市议员全力支持 最严厉的是开除党籍 其次是撤销党籍 再其次就停前 党部今天有没有指示 中央党部今天有没有指示 今天没有明确指示 我们就是按管理 就是在这个联署书上讲 如果委继就是按党籍处分 包括国民党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也非常关心 假投票前一起和所有党籍议员们见面沟通 谢国良也强调党内完成提名只是第一关 接下来要寻求亲民党和无党籍市议员们的支持 才能在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这一关获得胜选 都是要尊重议会的大家的一个决定 不管是选出哪一个议长的人选 我们都要全力的配合跟支持 那我今天这次的主要是因为在选后 其实也欠缺一个机会 跟所有的议员同志 好好的谢谢大家这一次团结 打赢了这场选战 所以我这一次其实是来谢谢大家的 所以你对于国民党在这次正副议长中 是不是可以拿下胜选的话 您个人有信心吗 因为议长选举不是我操盘 是党部主委跟议会的同仁 大家来这个通力合作 不过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基本态势 我们的确还是需要 除了国民党籍以外的这个支持 所以在这部分我希望这个我们的提名议长人选 产生后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对外争取更多的票源 国民党政府议长提名人蔡旺联和何淑平也强调 将近最大的努力和诚意 寻求亲民党和无党籍议员们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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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